恒大事件升级 多人维权被抓 许家印祖坟被曝光 美国学者凭恒大危机 牵一发而动全身 美国官员说 四方安全对话 拜登将亲自会见日印澳领袖 多国议员联合挺立陶宛和台湾 呼吁阻止中共霸凌 加拿大多族裔蒙特利尔集会 抵制共产主义 神韵德州巡演在即 休斯顿市长褒奖神韵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13号星期一 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恒大财富爆雷事件继续发酵 有恒大高管被堵在办公室几天 多地受害者手持恒大诈骗等标语走上街头游行 更有人在网上曝光许家印的祖坟地址 说不还钱就绝他的祖坟 9月13号 几百名受害人到恒大深圳总部维权 遭当局出动大批防暴警察暴力清场 多人被捕 恒大系港股相关股票全部应声大跌 A股市场恒大债券也几乎全线下跌 虽然恒大总裁许家印9月13号当天发公告 否认破产传闻 还安抚恒大投资人 说他们不会一无所有 但是 受害人并不买账 大批受害人当天挤在恒大深圳总部大厅里 场面混乱 他们要求恒大偿还贷款和兑付金融产品 他们举牌 拉恒幅 高喊 恒大还我血汗钱等口号 防暴警察夺走恒幅 场面一度失控 有人遭警方当场抓捕 中午过后 当局派出了更多防暴警察清场 有网友在全国恒大员工维权行动群组发帖 曝光许家印在河北州口市泰康县的祖坟地址 还附有照片 说恒大如果不还钱 就去决许家印的祖坟 南昌恒大的员工拍视频并发帖说 他们把南昌恒大的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 把一把手陈总堵了三天三夜 他哪都去不了 堵得死死的 恒大受害人张先生说 恒大这次已经不是资不抵债了 听消息说 恒大已经申请了第一次破产 20号又要申请第二次 他说 恒大的信用已经破产 金融机构不贷款给他了 恒大很难东山再起 广东受害人李先生表示 很多恒大受害者都遭到警方警告 不让他们参与维权活动 四川受害人王女士说 很多受害人的微信群和QQ群遭疯 他发到抖音和快手上的维权视频也全部被删除 网上流传的恒大财富微信企业群的聊天记录显示 9月8号到期的恒大内部理财产品至今没有兑付 据恒大内部员工透露 中国有10万人购买了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 其中70%为业主购买 30%是恒大员工和供应商购买 总金额至少400亿人民币 据传 9月12号 因为追讨无望 长沙恒大售楼大厅有业主跳楼 恒大财富爆雷风波 进一步把恒大的债务危机推上了风口浪尖 对此 美国学者谢田教授分析说 恒大的问题很严重 因为它牵扯到整个中国的房地产业 影响着中国整体经济 包括大批恒大员工在内的投资者 近日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维权风浪 恒大总裁许家印也承认 目前恒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恒大8月31号披露 截止到今年6月底 它的债务总额为1.97万亿人民币 接近历史高点 有违约风险 随后彭博社又披露 恒大集团在2022年将有74亿美元的债券到期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埃肯商学院教授 谢田博士说 从中国恒大集团的债务问题 和停止支付利息的情况可见 恒大实际上已经面临破产 恒大财富理财产品的问题 正说明他们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 这个钱基本上是拿不回来的 因为恒大是大陆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谢田教授分析说 如果恒大崩盘 将引发中国各种各样的银行 其他房地产公司的危机 进而引发中国整个房地产业界的崩盘 因此 中共现在实际上对这个问题非常头疼 他还谈到 恒大债券已经停止支付利息 更何况本金 实际上已经构成违约和债务清算的问题 这是一个巨大的灰犀牛 恒大集团曾经在去年9月7号到10月8号 全国楼盘7折销售 当时市场就认为 这反映出恒大资金紧张的问题 近日 恒大的部分项目已经开始打5折 谢田教授认为 像恒大这样情况的大陆房地产开发商 还有很多 这些开发商原来的债务危机 依靠外债度过 但现在他们已经还不起 他说 房地产行业都是跟着中国的几百家 上千家银行联系在一起的 主要是他们的银行都有这些贷款 他们也就跟着垮掉 现在是很危急很危急 现在你看中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救都救不过来 不救的话 一垮就垮掉了 牵一发而动全身 9月13号 美国高层官员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下周将在白宫 亲自主办由澳洲、印度和日本领袖 共同参与的四方安全对话 这将是相关各国领袖 首次亲自参加这项高峰会 据路透社报道 白宫高级官员透露 这场四方国家的高峰会 已经定于9月24号在白宫举行 澳洲总理莫里森 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菅义伟 预计届时都将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并前往白宫出席四方安全对话 这位高级官员说 这次主办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会议 显示出拜登和贺锦丽政府 以印太事务为优先 包括将通过新的多边架构 应对21世纪的挑战 四方安全对话的目的是 美日印澳四国加强合作 以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实力 今年3月 四国领袖曾经举行献赏峰会 他们当时表示 要在防治大流行病 疫苗和气候问题上密切合作 并在面对北京挑战的情况下 共同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 8月12日 四国官员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 在线视频会议 聚焦台湾海峡和平安全的重要性 8月11日 白宫证实 美国计划在今年12月举办民主峰会 届时 世界上更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将聚在一起 共同讨论来自威权主义国家的威胁等问题 今年3月拜登还说 他已经向英国首相约翰逊建议 民主国家应该提出一项基础建设计划 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 近日 立陶宛无惧中共的威胁和恐吓 允许台湾在他们国家设立台湾代表处 遭到中共的报复 对此 来自多个国家的国会议员联合发布影片 对立陶宛和台湾表示支持 并呼吁中共结束对立陶宛和台湾的霸凌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由来自英国 爱尔兰 立陶宛 捷克 斯洛伐克 德国 法国 瑞典 瑞士 澳洲 新西兰和日本12个国家的国会议员组成 他们在最新发布的影片中 发起了一项全球呼吁 在立陶宛和台湾遭受来自中共的巨大压力时 向他们表示声援 并呼吁民主国家 随时向立陶宛政府提供援助 议员们称赞了立陶宛政府 说他们勇敢地支持民主和人权 从欢迎逃离香港的人 到谴责中共对维吾尔人的暴行 再到率先退出北京主导的17加1机制倡议 近日 立陶宛又同意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开设代表处 中共对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 用了台湾而不是台北一词表示反对 随即宣布对立陶宛进行贸易制裁 还出言威胁 对此 议员们说 如果立陶宛受到来自北京的进一步惩罚措施 民主国家将随时准备为他提供援助 他们指出 中共正在对立陶宛人民进行威胁和恐吓 中共政府通过欺负立陶宛 是要向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发出警告 而阻止恶霸的唯一方法是站出来反对他 议员们赞扬了立陶宛和台湾人民的勇气 并呼吁各地民主国家采取统一立场 反对北京的胁迫性外交 与立陶宛和台湾站在一起 议员们还说 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有国家都有权跟台湾建立他们认为合适的关系 在全世界纪念911恐袭遇难者之际 来自多个族裔的民众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集会 反对共产极权统治和恐怖主义 并呼吁加拿大政府对共产主义和其他极权政权 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来自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等族裔的民众 聚集在加拿大自由党领袖特鲁多的办公室前 打出了不要共产主义、不要古巴独裁政权 自由伊朗、自由古巴 释放两名加拿大人麦克等标语 人群中时不时地爆发出 共产极权必亡、不要共产主义、不要恐怖主义等喊声 活动发起者伊朗移民西马说 共产主义等极权意识形态 在20世纪杀害了1.5亿人 再也不要共产主义、不要伊斯兰主义 他还谈到 他自己是因为逃离伊朗独裁政权而来到加拿大 他的古巴朋友是为了逃离卡斯特罗独裁政权而来到这里 还有中国人为逃离中共政权来到这里 我们在自己的国家看到过共产主义 独裁统治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想让那种恐怖场景在加拿大的土地上重演 面对共产主义的渗透 西马呼吁加拿大政府站起来 捍卫加拿大的价值观、人权和人民的言论自由 桑贝十年前来自古巴 他说 在他45岁来到加拿大之后 才拥有了在古巴被剥夺的自由和权利 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 他说 几十年来 共产主义已经被证明对人类不利 哪里有共产主义 哪里就有苦难 哪里就有基本人权被禁止 这是发生在全世界的事实 另一位来自古巴的移民罗德里格谈道 从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中国、朝鲜和古巴的例子中都看到 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 他说 共产政权是极权主义的政权 政府当权者们变得越来越富有 而人民却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 9月18号到26号 享誉世界的神韵艺术团 将在休士顿沃瑟姆中心的布朗剧院演出六场 带给观众复兴中国5000年璀璨文化的精粹 为了迎接神韵的到来 休士顿市长特纳褒奖了神韵艺术团 并宣布2021年9月19号到9月26号 韦德州休士顿神韵艺术团周 特纳在褒奖令中写道 神韵艺术团成立于2006年 以文化复兴为使命 复兴中国5000年来的璀璨文化 带领观众进行一次难忘的旅程 让他们感受到穿越时空的美好信息 神韵将中国古典舞深邃的内在智慧和优雅的气质 与真实的服装之美结合在一起 开创性的音乐将东西方的精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使每支舞蹈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活力 神韵艺术团独特的古典、民族和民间舞蹈 超越现代舞台 将古老的神话传说和中华英雄的光辉 再现在舞台上 神韵表演艺术不仅吸引人 而且更深刻的教育人、丰富人和激励人 为所有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难得的美与善的体验 褒奖信还提到 世界各地对神韵艺术团的反响热烈而积极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意 是对优雅、流畅、内在力量和正的美德的研究 仁慈、善良和勇气的主题 通过著名歌唱家的歌曲和令人惊叹的舞蹈表现出来 在令人深思的舞蹈中 人类精神战胜逆境 提供令人振奋和鼓舞人心的体验 让我们的太空城充满希望 特纳最后写道 休士顿人很高兴认识到神韵艺术团的艺术成就和文化贡献 休士顿是对这次成功的 令人难忘的活动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神韵9月份在德州演出的购票信息 请到神韵官网上查询 地址是神韵.com slash Houston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明天再会